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共抢劫杀人作案27起造成4死23伤 一个知法懂法的律师怎么就成为这么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了呢 咱们呢得从头说起 高宏伟1966年出生在辽宁 他们家呢住在沈阳市铁西新区 他呀从小到大学习不好不坏吧 高考的时候呢也没考好 这么着就落榜了 落榜之后干什么去呢 后来就去做保安 但是高宏伟啊是那种比较有野心比较有抱负的 当保安心不甘情不愿 从小呢就想当律师 所以当了保安之后 人家继续努力学习 自学要想着成才 这是难上加难 不过呀功夫不负苦心人 85年5月份 高宏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辽宁大学法律系 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分到了辽宁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 学法律可不容易 我周围认识不少律师 也有不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 也自学法律考试 要想着拿到律师职业证 难上加难 但是呢高宏伟就通过自学又拿到了律师证 1990年就结了婚了 结婚没多久啊 就感觉跟老婆感情也出不来 没什么共同话题 到后来呢 三天五天都说不上一句话 面对面的也不说话 多尴尬呀 感情已经没有了 到了97年的时候 高宏伟的老婆就受不了了 人家搬出去住去了 俩人就正式分居了 孩子呢留给了高宏伟 可是后来呀 高宏伟出了事了 他是律师啊 因为给当事人做伪证 被收审了 高宏伟被关起来之后 他的老婆呢 又回去照顾儿子 照顾了这么半年吧 01年3月份 两口子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之后 高宏伟也没地儿住 就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 那么咱们再来说说高宏伟当时做伪证是怎么回事 这事呢 得从2000年3月份说起 当时沈阳铁西区啊 发生了一起强奸幼女案件 有一个山东到沈阳的打工人员叫石军槐 这石军槐呢 当年39岁 把不满14岁的未成年少女寇丽 先后强奸了五次 警方经过调查之后认为 石军槐已经构成了奸淫幼女罪 依法将他刑事拘留 可因为这石军槐呢 跟他打工工厂的那个老板关系不错 这个老板呢 就又委托自己的妹妹冯丽杰 聘请律师为石军槐做无罪辩护 就是想着呀 把石军槐给捞出来 2000年4月2号的时候 高宏伟刚一到律所 就有一位30多的女士跑进来了 要求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高宏伟接待的就问他 您贵姓啊 这女士说 我姓冯 叫冯丽杰 我是替我姐姐出面 给家里边帮工石军槐 寻求法律援助 高宏伟经过了解 得知石军槐是山东邹县人 平时啊这就不是个好人 在某农贸市场冯老板家里边打工期间 从2000年2月下旬起 引诱家住农贸市场附近的 未满14岁的少女寇丽 和她先后发生了五次性关系 3月19号 寇丽的父亲寇承祥知道这事了 带着女儿到了马壮派出所报案 控告石军槐多次强奸寇丽 造成他女儿怀孕 派出所呢当时就传唤了石军槐 石军槐也对自己的罪行 共认不讳 因为石军槐的行为构成 奸淫幼女罪了 咱刚才也说了警方啊 就把他刑事拘留了 3月31号 铁锡区人民检察院 批准逮捕了石军槐 但是石军槐这一被抓 把冯老板呢给击坏了 这石军槐呢 在这冯老板家里边打工好些个年了 成了冯老板的得力助手了 地里好些个业务啊 都离不开石军槐 毕竟这冯老板一介女流啊 好些个要体力的活啊 要出头露面的活啊 都得石军槐来 这冯老板呢就想着花钱 请律师打官司 争取啊 把石军槐捞出来 这才请自己妹妹冯丽杰出门 办这件事 听完冯丽杰的讲述之后 高宏伟呢 又看了看相关的案情资料 他也知道这冯老板 这冯老板呢 是那一片啊 远近闻名的一个女强人 为她打赢官司 那肯定能挣不少钱的 现在最缺的就是钱的 毕竟我得管孩子呀 于是呢 他就主动跟律所的领导 就提出来 我接这个案子吧 我给石军槐做无罪辩护 随后他就跟冯丽杰说 这样冯律师 我呢先调查一下 您先回去 过两天呢 我就给您一个准信 这高宏伟 从事律师工作这么多年了 他知道石军槐这案子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要想着做无罪辩护 难如登天 尤其 寇历未满十四周岁 十四周岁在当年 这是区分 奸淫幼女罪 和强奸妇女罪的一个 年龄界限 寇历不满十四岁 那甭管怎么说 都是奸淫幼女罪呀 所以呀 这桩案子太难翻案了 高宏伟就想 拿在那苦思冥想 该怎么办 突然就想到 石军槐先后五次 奸淫幼女构成反罪了 但其中有一个重要情节 据石军槐说 曾经给过寇历 一百五十块钱 作为发生性关系的报酬 这就是说 二人之间可能不存在强奸 从这一点出发 高宏伟又开始接着往下想 如果扣历再大一岁 他跟石军槐发生了性关系 还拿了一百五十块钱的报酬 这就是另外的性质了 可惜呀 他大不了一岁呀 这年纪不能说长就长啊 哎呀 得从扣历入手 让他出一份 从来没和石军槐发生性关系的证词 这份证词太重要了 他们家呀 生活也不富裕 只要被告 愿意出钱 买通扣架 让扣历撤案 这官司不就搞定了吗 那石军槐就能被无罪释放啊 问题出了这么大的事 这扣架妇女会被买通吗 咱们呢 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大安届时 我是吕鹏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高宏伟啊 为了名利双手 就不想走正道了 他就想着 我怎么能给石军槐做无罪辩护呢 如果能够买通扣家妇女 让他们做伪证 让扣历证明 没有和石军槐发生过性关系 这不就得了吗 高宏伟呢 想完这些之后 给冯丽杰呀 打了个传呼啊 就BP机 让这冯丽杰呢 到律所来一趟 冯丽杰一看 立刻就赶到律所了 高律师 你看这官司能大赢吗 高宏伟呢 给招严抽了一口 歪打官司邪告状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官司确实不好打 石军槐这官司啊 必须找到最新的 对他最有利的证据 才有可能打赢 你知道这其中的关键吗 冯丽杰一听你问我 我要不是律师 他也没说话 就看着高宏伟 高宏伟就喜欢看 委托人这种目光 这就证明他什么也不懂啊 就得听我说呀 不过呀 办法总比困难多 要想打赢官司 舍不得钱可不行啊 冯丽杰一听 钱的事 赶紧从提包里 拿出一个纸包来 里边呢 是一打子钞票 正好是一万块钱 冯丽杰 把这一叠钱 递给高宏伟 高宏伟 左右一看也没人 那时候也没摄像头 把这纸包就接过来 塞进自己的包里了 随后对冯丽杰说 只要你们听我的 这场官司准没问题 你先回家去 有什么情况呢 我会给您打传呼 拿了冯丽杰的钱之后 拿人钱才替人消灾呀 高宏伟 跑检察院 跑法院 详细了解案情 随后回去呀 自己关到屋里边 又仔细琢磨了一周的时间 精心制出了一套脱罪方案 这时候高宏伟 整个人都有点飘起来了 他丝毫没有考虑到 自己这么做 是一点道德也没有 踏破了道德底线呢 高宏伟还沾沾自喜呢 石军怀 一定能在我辩护之中 无罪释放 我能把一起强奸 幼女的案子给翻过来 我在沈阳 甚至在全国律师界 肯定是杨明丽万了 请我打官司的人 那不得踏破门槛呢 这案子打完了 明丽双手啊 主意打定了 高宏伟开始行动了 到了铁锡看守所 见了石军怀 石军怀见着律师之后 还有点拘谨呢 他也不知道 这事行不行啊 说实话 高宏伟看到 石军怀那个猥琐的样子呀 也挺烦他的 心里边还想呢 我要不是为挣钱 我要不是为出名啊 我怎么可能管你 这破烂事呢 但高宏伟啊 还是耐心的问了 案件的每一个细节 最后跟他说 你放心吧 受冯老板委托 我给你做无罪辩护 石军怀一听 无罪辩护四个字 还俩眼 跟狐狸似的 蹭蹭的直放光啊 临走的时候啊 高宏伟说 我会尽力的 帮你打赢官司 但是你记住 一定要好好的配合我 明白吗 石军怀一听 这救命稻草 说什么是什么呀 赶紧点头 出了看守所 高宏伟给冯丽杰打了个窗户 约在一个小饭店见面 见面之后 高宏伟跟他说 你必须在法院开庭之前 说服扣城乡 这就看你能耐了 当然了 只要肯花钱 没办不成的事 随后呢 高宏伟还亲自交给冯丽杰一份伪证词 让他逐字逐句的记下来 再三的叮嘱他 你一定把这几句话背下来 背不下来 你照着念也行 到寇丽杰家之后 让寇丽亲笔写下来 记住 你手里面的纸 千万别拉在寇家 冯丽杰 现在对高宏伟那是深信不疑 甚至都有点佩服他了 六月二号中午一点半 冯丽杰呢 到了寇家 一开始寇丞祥 一看见冯丽杰来 气不打一处来呀 恨不得想打他 但冯丽杰 听了高宏伟的话之后 心里边也有底了 就按照高宏伟的说辞 就在那劝说寇丞祥 就跟寇丞祥说了 如果让小丽 能出一份伪证 就能得两千块钱的报酬 各位 那年代两千可不少 寇丞祥 一转眼珠 竟然答应下来了 冯丽杰呢 把高宏伟教他的话 又说给寇丽听 寇丽 哪记得下来呀 寇丞祥这时候抢过笔 打了一份草稿 让女儿寇丽抄了一遍 供词的大致意思就是 我年龄太小 不懂事 和一些人 发生了性关系 爸爸妈妈知道之后 狠狠地打我 我迫不得已说出 和石军淮发生了性关系 其实石大哥是好人 我和他没有发生过关系 你看这就是把黑的说成白的呀 寇丽写完了字条 冯丽杰颠过来倒过去的看 确实没问题 这才揣起来 掏出两千块钱 塞进了寇丞祥手里边 这是一点安慰费 等石军淮放出来了 再给你们一千块钱的撤案费 寇丞祥这个当爹的 那也忒不是个东西啊 收着钱之后美滋滋啊 闺女跟人睡了 睡就睡了吧 这寇丞祥呢 本身也是个无业游民 平时一分钱挣不着 猛然见这么多钱 那也无所谓了 他呀还怕冯丽杰反悔呢 还偷偷的录了音 拿到了寇丽的伪证之后 高宏伟赶到了铁锡看守所 又见了石军淮 高宏伟把寇丽写的字条 给石军淮一看石军淮 立刻就明白了 在开庭审礼的前一天 高宏伟呢 到看守所跟石军淮说 明天我给你做无罪辩护 你绝不能承认 强奸扣立那件事 石军淮自然是同意呀 点头跟捣钻似的 好好好 一切安排好了 这高宏伟呀 回家之后就开始写那辩护提纲 准备第二天 一展风采 六月十四号 铁锡区人民法院 第一次开庭审理 刚一开庭 这公诉人呢 陈述了石军淮 奸淫幼女的犯罪事实 旁听的老百姓 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啊 陈述完之后 法官问石军淮 石军淮 公诉人所述事实 你是否承认 我冤枉 我去打成招 我没强奸他 哎 石军淮这一说 在座的所有人 发出了同一个声音 啊 谁也没想到 这石军淮当庭翻供了 那石军淮能够如愿以偿 被无罪释放吗 咱们呢 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公诉人呢 陈述完了犯罪事实之后 这石军淮当庭翻供 这时候啊 该轮到高洪伟了 高洪伟呢 慢眉悠悠的 看似有理有据的 就说明了石军淮 为什么不可能 奸引幼女 律师的发言 也引起了挺强烈的反响 旁听席上啊 大伙都交头接耳 法庭都乱成一锅粥了 高洪伟呢 当庭又出示了 扣例的最新证词 法官跟公诉人 都被弄得一头雾水啊 石军淮之前 在公安和检察院的 供词是一致的 法庭上突然翻供了 不过任律师 确实出具了最新证词啊 法官呢 也只好宣告暂时休庭 15分钟之后 法庭继续开庭审理 石军淮还是不承认 强奸的犯罪事实 原告扣例这边呢 也说没那回事 要求撤案 这案件没法审下去了呀 但是法官 没有当庭释放石军淮 而是把石军淮的全部案件 都退回铁锡区检察院 要求补充侦察 一周之后重新开庭 这是高洪伟没料到的 如果重新调查 做伪证这事 万一败露了 可怎么办呢 铁锡区人民检察院 接到法院通知之后 开始针对扣例的证词 展开调查 自然而然的 要重点询问 扣例 还有他的父亲 扣成祥 在政策公事面前 这扣成祥啊 还是乖乖的说了实话 说了6月2号 冯丽杰是怎么花钱 向他买了伪证 为了证明他说的不是瞎话 各位 咱之前不说了吗 扣成祥 怕冯丽杰说话 不算数 录了音了呀 把这录音带就拿出来了 那时候录音呢 就是拿一个那种录音机 用那磁带在那录啊 扣成祥呢 他也不知道 幕后这一切是谁策划的 反正全部责任都推给冯丽杰了 检察官们把这结果提供给法庭 做伪证的扣成祥 冯丽杰都转交给警方处理 派出所传唤了扣成祥和冯丽杰 俩人一进派出所 什么事都交代了呀 在派出所里面呢 扣成祥这个骂呀 骂冯丽杰 你可把我害苦了 他不得好死啊 冯丽杰呢 这是哑巴吃黄连 他也不敢说出来 高律师指使他做假证的事 闹得里外不是人了 自己姐姐那边没法交代 哎 转过头来在寇成祥这 也成了大恶人了 最着急的呀 还是高洪伟 四处找检察院 找法院打听情况 高洪伟啊 怕这事最后给惹到自己身上来 暗中呢 指使冯丽杰 跟寇成祥要回来了那两千 他俩接头的时候 这高洪伟还怕冯丽杰身上带录音机呢 浑身上下搜了一个遍才说 我现在是谁也不信任 只条这事 谁问也别说 你要把在寇家所有的证据都毁掉 法庭上有我摊着呢 明白吗 通过关系 高洪伟很快打听到伪证 已经被推翻了 高洪伟之前得意洋洋的那一出计谋 这算是彻底交代出去了 高洪伟啊 又想了一办法 把伪证的复印件交出去 这样呢 既为自己开脱 又让冯丽杰寇成祥 没话可说 于是高洪伟来到马状派出所 把寇立提供的那个伪证的复印件 交给所长 孟所长一再解释 我受理这案子的时候 确实是我不好 没有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 结果呀 我也让那冯丽杰跟寇成祥给骗了 你看 太不要脸了 最后高洪伟还说呢 歪打官司邪告状啊 冯丽杰这么干也能理解 就是差点毁了我的声誉啊 这孟所长啊 在高洪伟面前什么也没多说 把高洪伟送走了 开始研究那份伪证复印件 就觉得哪哪都有点不对头 我干这么多年公安了 我什么证明材料没看过呀 纸条上写的这内容 滴水不漏 这不是普通人写的 一定是懂法律的人指使的 这不是冯丽杰和寇成祥能办得到的 这伪证后边啊 还有高人呢 看来啊 得找冯丽杰 冯丽杰一定知道实情 这边还没找冯丽杰呢 那边寇丽啊 跑到派出所了 说冯丽杰在他家呢 跟他爸爸要那两千块钱呢 民警们立刻出动 在寇家把冯丽杰就控制住了 僵持了一天一夜 冯丽杰这才交代高洪伟才是这件事情的主谋 2000年6月21号 铁锡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 有两位公安人员呢 坐在旁厅席上高洪伟一看 哎呀 这心里边啊 小心脏 喷登喷登的 开庭之后 公诉人重新陈述了 石军怀奸吟幼女的行为 并且出具了冯丽杰 为石军怀制造伪证的证据 要求法庭对石军怀从众判决 石军怀一看 伪证这事败露了 不得不承认犯罪事实 这高洪伟呢 也是牙花子之饭疼啊 怎么办呢 石军怀都认了 我还怎么辩护啊 尽管高洪伟为这次辩护也做了准备 但底一气不足了呀 没有办法再为石军怀做无罪辩护了 而是不断的强调 自己和伪证的事 没有任何瓜葛 石军怀案的犯罪事实 已经清清楚楚了 这天上午11点 法官宣布休庭 判决择日开庭宣布 高洪伟啊 紧张的 满脑门子的汗啊 这时候 刚要走出法院 两名公安人员拦住他了 高律师 请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吧 高洪伟那汗还没下去呢 又一波冷汗 呼呼的又冒出来了 高洪伟在法庭上 直接被公安机关传唤 这在咱们新中国的历史上 都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高洪伟身份特殊 铁锡区人民检察院呢 也提前介入 特派了三名检察官 还有派出所的两名所长 一起审讯高洪伟 面对公安人员 面对检察官 这高洪伟都不敢狡辩了 他知道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毕竟当了这么多年律师 学了这么多年法律 高洪伟彻底交代了自己 在代理石军怀案之中的 全部违法行为 2000年11月16号 法院判决高洪伟 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两年 同时被依法吊销律师资格证书 这件事情在当年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让高洪伟当不成律师了 这才进而走入歧途 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那么后续一系列的抢劫杀人案又是怎么回事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这高洪伟呢 2000年11月16号被判处 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两年 吊销了律师职业资格 这件事在当年 很多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那也是轰动一时 高洪伟原本是光鲜亮丽的律师 这一下被判了缓刑了 尽管不用进监狱吧 但是啊 也没有脸出门了 直到2005年 这天傍晚 很少出门的高洪伟 裹得严严实实的 还是得出去偷偷气去呀 在街上呢 就在那儿闲逛 当时啊 刚过了圣诞节和元旦节 很热闹 高洪伟心想 再热闹又如何呢 跟我没关系啊 我是被判过刑的 我再没翻身机会了 再也不可能当律师了 突然呢 从街边一个店里边的电视里 看见了自己曾经的一个同事 在那儿谈一个案子呢 人家呀 已经作为成功律师上了电视了 看着看着 这高洪伟心里边 他不是滋味啊 高洪伟啊 接着漫无目的地走 走着走着 走到了一家舞厅门口 一个三十多的女的 就站到他面前了 大哥 你也是一个人吗 那个女的呀 以为高洪伟是要进去跳舞的 就跟他打了个招呼 高洪伟当时一听 啊是 这么着就进去了 到了舞厅里边 高洪伟感觉心里边舒服了 很热闹 甚至可以说很喧嚣 正是在这种非常杂乱的环境里 高洪伟才感觉内心宁静了 舞厅里边灯光 一会儿鸣一会儿灭的 俩人呢 就聊着天 越聊越投缘 到了散场的时候啊 都有点舍不得分开了 分开的时候 俩人互相留了一个电话 那个女的呢 还把身份证拿给他呢 你看 我可没骗你 意思呢 就是我没骗你 我跟你说的是 我的真实身份 这女的姓李 这李某呢 三十五岁 离婚好些个年了 自己啊 在沈阳黄姑区 开了一个礼品店 说他长得漂亮嘛 也谈不上 但是啊 很善解人意 就会捡着男人喜欢听的话去说去 俩人呢 舞厅出来之后 出去吃了一个饭 从那时候起 俩人就经常约出来吃饭 每回吃饭 这李某都是抢着付钱 第二回见面的时候 这李某因为上一回知道高宏伟有个儿子 还给高宏伟的儿子买了一套变形金刚的 在那年头男孩子最喜欢的就这个呀 高宏伟跟这李某因为关系也熟了 把自己之前的经历啊 就都告诉了李某大道苦水呗 这李某呢 就在这听着 嘿 头一回听啊 一边听着一边流眼泪 各位 男人受不了这个 自己心里边有苦 一个女人愿意听 不光听 他还能感同身受啊 这李某这时候就握住了高宏伟的手 你看这个动作也彻底俘获了高宏伟 你这不幸啊 就是暂时的 你这么有才华 会东山再起的 只怕到那时候 你就看不上我了 哎呀 这话说的在配合脸上梨花带雨的 高宏伟一下子幸福感爆棚啊 俩人这就算是谈上恋爱了 高宏伟也决定不能再这么浑浑噩噩下去了 我得挣钱 还是要向着美好生活不停努力奋斗 开始四处打工 这时候正是高宏伟最困难的时候 李某呢就跟他说 你呀 也别四处找活干了 多累呀 你不如到我礼品店来帮我 等你找到更好的工作的时候 你再去 我也不拦着你 哎呀 高宏伟心里边这个感动啊 这个温暖啊 高宏伟呢 一口答应下来 哎 这李某后边还有别的事呢 我想让你赶紧就过去 但是啊 这几天你还去不了 这几天礼品店正装修呢 装到一半没钱了 我正四处借钱筹钱呢 你得等几天再来 人家可也没说借钱啊 也没说让高宏伟去 想办法弄钱去 哎 人这意思就是 我要帮你 一旦我遇到难处了 古明思义 这就是手段啊 高宏伟二话没说 回家 取出来俩存汁 俩存汁加起来五万来块钱 放他手上了 这李某呢 一开始还不要呢 不行不行 我可不能要 你拿着 装修呢 赶紧把你那店装完了 李某这时候一低头 哎呀 他很羞涩的说 那你这算是聘礼吗 我可是要还的呀 高宏伟一听 哎呀 这话说的 小心脏 叭叭叭叭的呀 你看 我给他钱 他还要还 我就是不还 得此家人 夫妇何求啊 可是 把钱给了之后 过了两天 没见高宏伟想 他呀 打电话吧 找不着了 对方关机了 之前呢 这李某说过 他礼品店在哪 我去店里找他去吧 可能太忙了 到店一看 哪有店啊 那条街上 根本就没有 这么一家店 四处找 这条街 两边的商户 都问遍了 商户说 哎 哪有个礼品店呢 至于你说的 那个什么礼品店 那房子 那是租出去的 前几天租房的人 刚走 高宏伟 当时就感觉 脑子让雷给劈了呀 对我情深义重的 李某 会骗我吗 他肯定是遇上事了 是不是被人绑了呀 他会找我来的 过了一周 这李某还真找他了 人家到开门见山 很坦诚 你别找我了 你也找不到我 我的身份证和姓名 都是假的 我知道你爱我 所以我也于心不忍 走之前给你打个电话 我要回老家了 谢谢你给我的一切 高宏伟在这 有千言万语想说 还不知道怎么说呢 哎 对方 电话夸就挂了 哎呀 从认识这个心爱的李某 到这李某彻底失踪 前前后后还不到一个月呢 这对于高宏伟来说 这是致命打击 再加上之前跟老婆关系也不和谐 又离了婚了 从这起高宏伟就恨上了女人 最终高宏伟成为了一个杀人恶魔 难道仅仅是因为李某欺骗他的原因吗 在这之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呢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大案届时 我是吕鹏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自从这李某骗了他跑了之后 这高宏伟呀 就恨上了女人了 李某走了之后 这高宏伟呀 郁闷的还病了一场呢 病好了之后 上街闲逛去 正好一眼看到了一把袍奔 什么叫袍奔 您各位可以在网上搜搜相关的图片 是干木工活的一种工具 有点类似于斧头似的那种东西啊 听到这儿 可能各位听友也恍然大悟 哦 这不就是赫赫有名的袍奔案吗 我之前呢 想着讲这案子之前 还在喜马拉雅上搜索了一下 因为我不确定这案子 我给大伙讲没讲过 我搜了一下 我是没讲过 不过很多同行朋友 他们的专辑里边 是讲过这个案子的 所以咱们各位听友呢 可能对这个案子呀 也非常的熟悉 这高宏伟 看上这袍奔之后 可就买回去了 从这儿起 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杀人恶魔 高宏伟通常作案呢 就是身上带锤子呀 带袍奔呢 利用尾随呀 堵截呀 蹲点守着的手段 对单身女性实施犯罪 通常呢 是先击打被害人头部 把被害人打伤打死之后 再抢走随身的财物 高宏伟后来被抓之后 形容过自己的作案手法 他说呀 他一般呢 就躲在一楼或者顶楼 一蹲就是几个钟头 只要听到有单独的脚步声 上楼或者下楼 他就拿出手机来 一边假装打电话 一边上楼 跟被害人碰上之后 如果是男的 哎 那就走开了 如果是女的 趁对方转身的时候 用袖口里边的袍奔 猛砸被害人的头部 然后再进行搜身 财务到手之后 立马就跑 高宏伟第一次作案 是05年3月3号 第一次作案呢 他就是奔着杀人去的 他说呀 被害人的背影 特别像是李某 于是高宏伟恨得牙根痒痒 甭管他是不是 我就想让你死 高宏伟从大街上 一直尾随着这位女士 尾随到了沈阳 于洪区一个小区里边 一路上高宏伟暗中观察 后边一边跟着 一边心里还骂他 你去死吧你 他把受害人就想象成了李某 尽管他知道 这个人不是李某 到了小区之后 这被害人往楼上走呢 高宏伟三步两步冲了过去 对准被害人的脑袋 直接就砸下去了 当时被害人可就倒在地上了 鲜血直流 高宏伟也害怕 以为打死人了 其实这个人没死 是被砸昏迷了 但高宏伟当时哪知道是昏迷 还是死啊 他也很紧张 也很慌乱 慌乱之中 把受害人的财物就抢了 但是也没抢着多少钱 做完案子之后 高宏伟跑回家里边 也不吃也不喝 浑身发抖 他就在想着到底死没死啊 死了就是杀人案 逮着我就得吃枪子 要没死他报案了 怎么办 高宏伟懂法呀 左右为难 心里边越想越乱 第一次作案之后 高宏伟都打算收手了 他打算再干点别的违法勾当 想着呢 做手机生意 非法倒卖手机 05年5月份到8月份之间 高宏伟到沈阳小北手机市场 非法倒卖过一些耳熟手机 结果让警方给盯上了 到了公安局 警察也查 哦 何着是你啊 你在我们沈阳公安界 那是赫赫有名啊 行了 你的情况我们很了解啊 简单的调查取证之后 让高宏伟交了罚金 就让他回去了 高宏伟更沮丧了 哎呀 好不容易想出来个挣钱的方法 怎么这么难挣呢 还没卖几个手机呢 啊 就让警察给抓着我了 越是郁闷的时候 越容易把之前自己遭遇过的那些事情 翻来覆去 一遍又一遍的那脑海中重演 又想起了李某 想起自己的前妻 想起自己那五万块钱 越想越火大 不行 我呀 还是得收拾女人去 05年9月21号 这天早上八点多 高宏伟在辽宁沈阳铁西区 强攻二街 位随着一名女同志 为什么选择这个女同志呢 他后来说呀 因为这女的让他觉得不顺眼 第一直觉就觉得这女的不是什么好人 高宏伟腰里边别着那袍奔 在这个女人进入到楼道之后 高宏伟蹭蹭两下走到这女的前边 本来是想啊 强行进入这个女人家里之后再动手 但是走前边突然一想不对啊 我不知道他家住几楼啊 得了吧就这儿吧 转过身来 这女的一下没反应过来呀 撞在了高宏伟身上 这女的呢 脾气也不好 骂骂咧咧的 你走路不看人的你啊 高宏伟本来还纠结我是杀还是不杀 这一下下定决心了 掏出来跑奔上枪 砰就是一下 一边打还骂着呢 你个贱人啊 把这人打倒之后 高宏伟在他身上找钱 问题是大伙出去 谁没事身上带那么多钱呢 高宏伟呢 倒也感觉无所谓 毕竟之前想着是挣钱 但是我看见这个女人之后 我想的就是弄死她 我要发泄 我不是为了钱了 临走临走 还给了受害人一脚 结果受害人呢 在楼梯上咕噜咕噜的 就滚下来了几圈 斜着就趴在楼梯台阶上了 做完这案子之后 高宏伟心里这个痛快呀 一个人在大街上就晃荡 他呢也不知道到底下一步该干嘛 是回家躲躲去呀 还是接着找下一个目标啊 就在这时候呢 他妈妈给他打电话 宏伟啊 有公安局的人到家里边找你 高宏伟听了 也不害怕 之前案子已经没事了 这案子刚做的 哎警察不可能知道 是我用刨奔杀人的 他们找我 肯定是别的事 很快高宏伟 被带回公安局 到那果不其然 警方问的还是关于 非法倒卖二手手机的事 高宏伟 学那么多年法律 干那么多年律师 知道说话的时候 什么该交代 什么不该交代 所有的问题 回答的滴水不漏 警方呢 也没确凿证据 只能又把他放走了 到了10月21号 警方又找他 还是手机的事 还拿出来了一部手机 让他看 高宏伟一看 这个手机 我不能不交代了 到底这手机怎么回事呢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 大案届时 我是吕鹏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又一次找到高宏伟 这一回拿出来了一部手机 让高宏伟这么一看 他知道 我该放给公安局点消息了 我05年夏天 倒卖过一部这样的手机 挣了320块钱 而警方在追究 这手机是偷的是抢的 还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哎 又什么都不交代了 没办法 也没问出什么来 又让他回家了 这高宏伟啊 当律师的时候 就经常跟公安打交道 没想到现在不当律师了 哎 三番四次的进出公安局 后来这高宏伟去的太勤了 也有点害怕 在这之后啊 将近一个月没敢出屋 您各位可能有疑问了 之前他拿袍奔打人抢劫 这么大的案子 警方怎么就没追着他呢 确实警方啊 一开始没怀疑高宏伟 但是查来查去 警方啊 还是关注起来了高宏伟 为什么又突然怀疑他呢 第一个 发生这么大的案子 通常凶手这是有案底的 咱们之前在讲 其他案子的时候也说过 先把有案底的人名单拉出来 挨个的查 而他高宏伟就是有过案底的呀 再来说第二个 就是看收入情况 在这些有案底的人里边 看哪些人 现在有了正经营生了 哪些人没正经营生 哪些人没有收入 而高宏伟呢 确实没有什么正经营生 更何况最近一段时间 还非法倒卖二手手机呢呀 那么这二手手机哪来的呀 自然可疑 第三点就是分析家庭情况 高宏伟的家庭是挺困难的 离婚了 孩子跟着他 上学不得花钱呢 高宏伟的老父亲 也在外边打工 就靠那么一老头的收入 能挣多少钱呢 维持不了家庭支出啊 那他这生活开销哪来呢 这么着 高宏伟成了嫌疑人了 沈阳于红区和铁锡区的公安机关 都对他进行过调查 但是啊 这高宏伟心里素质好 先后两次接受警方问询的时候 什么破绽也没露出来 警方呢 也没找到证据 只能把他释放 可是高宏伟的嫌疑 始终没有被排除掉 因为相比其他那些 有案底的人来说啊 高宏伟的情况是最特殊的 特别是警方后来了解到 高宏伟还被女人骗过感情 骗过钱 而刨奔案的受害人 又都是女性 这边还查着 那边高宏伟啊 又按捺不住了 又想动动手过过眼去了 06年12月份 沈阳已经特别冷了 您想啊 东北一到12月份啊 哪都零下了 高宏伟穿着面大衣 揣着那袍奔 口袋里边装着一手电筒 在黄姑区分合西街5号 寻找作案目标 天冷就在外边站着 哎呀 站得浑身哆嗦呀 站了差不多一个来小时 有一个女的带着孩子 正好出现在高宏伟面前 这女的呢姓武 高宏伟看吴某身边孩子 年纪也不大 他就觉得 虽然这回是一对二吧 但那个孩子没什么战斗力 我搞定他们母女俩 应该问题不大 这么着锁定目标了 他呢 也不知道这吴某住几楼 他之间呢 就先上到三楼 在楼梯口那儿 假装检查电表箱 等吴某带着孩子走到三楼的时候 高宏伟转过身来 砍就是一锤子 紧接着冲着孩子 又是一锤子 这回啊 吴某这母女俩谁都没活 命丧当场 可见高宏伟当时下手到底有多狠辣 高宏伟接下来就开始翻吴某身上的财物 翻来翻去就那么几十块钱 揣着几十块钱逃离现场 这又出了命案了 警方继续查 可还是没有证据啊 到了06年年底了 这天这天这个冷啊 沈阳那天的零下二十来度 有一老太太姓张六十二了 这张老太太呢 打算下楼扔垃圾去 这时候高宏伟已经在那栋楼二楼的楼道里边埋伏下来了 他就看是谁倒霉出来 这张老太太到了二楼楼梯平台那 被高宏伟用随身带的锤子一下就砸了 高宏伟这回跟之前不一样了 一口气连砸七下 哎 别看这回下手更狠 别看这回受害人岁数更大 但是啊 老太太还真没死 左侧头骨当时被砸碎了 后来被邻居发现及时送到医院抢救 把命保住了 但是左耳全聋 因为神经受损 右半边的身子也彻底瘫痪了 这是后话了 高宏伟把张老太太身上都搜了一遍 最后就搜到了十块钱 但高宏伟也感觉无所谓 因为这回啊砸的感觉很爽 连砸了七下 出去之后身心舒畅 一转眼 到了07年1月6号 沈阳于洪区有这么老两口 大爷姓崔 老两口啊 在东湖市场附近 刚领完了工资准备回家 想买点东西 这崔大爷呢 让老伴就先回去 下午一点来钟 这崔大爷就开始往家走 准备回家吃饭去 刚一进楼道 这回高宏伟也不光是砸女的了 见着这老爷子也砸呀 因为他感觉这老爷子 斗不过他呀 崔大爷一下子就被砸了 工资啊 全都让高宏伟给拿走了 这崔大爷身上 还有一个新手电筒呢 也被高宏伟拿走了 现在相关的抢劫案是越来越多 都是冲着脑袋招呼啊 警方啊 权力侦破 始终也没破获 07年2月1号到2月14号 这才半个月的时间 安山市又连续发生了 三起类似的案件 这些案件呢 有个共同点都发生在白天 被害人呢 都是20岁到50岁的单身女性 犯罪嫌疑人 手法残忍 哪怕抢几块钱 那也敢下手杀人 07年2月10号 沈阳黄姑区渭河东街 有一46岁的女士姓董 这董女士在楼道里边 遭到了高宏伟的重伤 董女士的手提袋 被高宏伟抢了 里边有300多块钱 还有一部手机 除此之外 还有美元港币呢 07年2月13号上午 高宏伟啊 又伸出了罪恶的双手 这一次又是谁 要面对这个恶魔呢 咱们呢 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2007年2月13号上午 家住辽宁沈阳黄姑区 奇山中路的52岁的中年妇女赵大姐 她呢 离开家 当人们在发现他的时候啊 已经躺在二楼的楼梯平台那儿了 头上明显被顿器打击了 是血肉模糊 等大家发现他的时候 赵大姐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了 赵大姐被送到医院抢救 在那楼梯平台上 有着一大滩雪坡 几十个小区居民 聚在一块 在那讨论着 据赵大姐家人说呀 当天上午赵大姐 欢天喜地的走出家门 因为马上就过春节了 年后呢 儿子还要结婚 也不知道他那天想出去干嘛去 但是啊 家人们都猜测 很可能是想着看看 儿子结婚要用的东西 顺带着也置备置备年货 可哪想到 刚出家门还没出楼呢 就发生了不幸 过了不大一会儿 医院呢 也传来噩耗 赵大姐最终因抢救 无效而死 07年2月14号 就在赵大姐被害之后的第二天 辽宁省公安厅决定 把这起案件 和在这期间 发生在安山的一系列楼道抢劫案 合并为07年全省的第一号公案 集合了省里面市里面上万名警力 权力侦破 成立了抓案组 这一次经过侦查 经过分析所有的疑点 同时指向高宏伟 同时指向高宏伟 警方初步认定高宏伟有重大作案嫌疑 到了07年2月16号 专案组啊 掌握了高宏伟的行踪 对他实施监控 高宏伟呢 看起来倒没什么明显的异常情况 他呢 也没正经职业 天天的都从家里出来一趟 进去一趟 出来一趟 进去一趟 好像短期之内 也不打算再作案了 抓案组呢 现在就是要找直接证据 把高宏伟一举抓获 过了三天 2月19号 这是大年初二 警方啊 对一位受害人进行二次走访 民警呢 在他描述的丢失物品里 找到了一个关键的线索 那就是一个制造精美的手电筒 这个手电筒呢 可以作为装饰品 戴在身上 过去啊 好些个人啊 愿意在腰带啊 或者包上啊 坠这么一个特别漂亮的手电筒 这手电筒 嫌疑人拿走了 那么他不会扔了呀 这玩意卖呀 卖不了多少钱呢 很可能就在犯罪嫌疑人家里啊 只要确定高宏伟家有这个手电筒 就可以抓人了 得到线索的当天 抓案组呢 就带着受害人满大街的 找跟那件手电筒一样的手电筒去 可是当初啊 买手电筒那超市过年 人家停业了 跑遍了沈阳的各大商场超市 也没找着 那就接着等吧 一直等到大年初四 那个超市开门了 受害人带着民警 进去之后 一下子就找着一样的了 抓案组啊 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手电筒 带着就去高宏伟家搜查 警方呢 首先实施秘密布控 到了下午五点左右 敲开了高宏伟家的家门 高宏伟看起来四十上下 文质彬彬 民警啊 进去之后 直接就喊高宏伟 这高宏伟呢 倒很平静 回答了一声 是 接下来在搜查之中 果不其然 找着那手电筒了 而且在阳台上 还找到了四把锤子 有奶头锤 羊角锤 还有小锤子 还有一把 造型挺古怪的 自制的锤子 那把小锤子的头啊 已经断了 高宏伟说 这四把锤子都砸过人 其中那奶头锤 是他最经常用的一把 除此之外 还搜出来了五个女士的拎包 七部女士手机 十几张银行卡 还有美元 港币计算器 手电筒 等等物品 随后在高宏伟的 另一个住处 又搜出来了 七个女士提包 高宏伟落网之后 专案组立刻组织警力 对他展开突击审讯 面对审讯 高宏伟 毕竟学过法 懂法 当过律师 想尽一切办法掩盖罪行 十句假话里边啊 掺上那么两句三句的真话 没 很狡猾 之前咱不提到那董女士的案子吗 高宏伟被抓住之后的 2月23号上午 董女士的丈夫 在医院里面对董女士说 打你的凶手 抓住了 董女士啊 很艰难的 动了一下头 看了一眼 在那含含糊糊的说着什么 没办法 董女士被打之后说话 就不是很利索了 很艰难 才能辨认出来 在审讯过程之中 辽宁省公安厅 刑侦总队副总队长 王兴辉 跟高宏伟 进行过一次简短对话 我们是辽宁省公安厅的 你知道自己的罪行吗 高宏伟呢 挺痛快就回答了一句 我知道 我的罪行 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罚网恢恢 疏而不漏 最终经过查证 高宏伟一共抢劫杀人 作案27起 造成4死 23伤 不过在交代过程之中 高宏伟还打算狡辩呢 他一再说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偶然路过 有一名当时参与审讯的民警说 他利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 频繁的和审讯人员玩弄文字游戏 但我们掌握了大量充分的证据 他注定无法逃脱 在警方审讯高宏伟的时候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 也高度重视提前介入此案 沈阳市人民检察院 在第一时间得知高宏伟落网消息之后 就立刻行动 劫后第一天上班 就召开专门会议 组织精干力量研究这起案子 从2007年2月27号开始 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 和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民警们 一起审查案件 研究犯罪事实 提审犯罪嫌疑人 在审讯的时候 当警方问他 为什么要杀人的时候 高宏伟说 我不全是为了钱 抛奔是我宣泄的方式 我恨这个社会 我不管钱多少 就是要把他们往死里抛 有时候我下手的轻重 也跟当天的心情有关系 心情不好就多抛两下 心情好就少抛两下 原本大家都在等待着高宏伟宣判的那一刻 可是到了监狱之后还没来得及宣判 高宏伟就突发疾病 2007年10月18号 高宏伟在狱中 因脑白痴脱嘴撬疾病 医治无效死亡 行了 律师恶魔 高宏伟的故事 为您讲述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